现在佛教还没大学 只有日本有 日本有不少私人班的 大概还到不了中国随堂 那个丛林制度 研究的人不少 一般大学也都有 我们到伦敦去参观 牛津 剑桥 伦敦大学 都有汉学习 都有用佛经开阔 我们看到的 研究金教 把它当作一种学术的研究 不是学佛 那么佛经里面的真意 真地 它能不能得到 它不能 为什么 心态不对 真正学一样东西 得到它的精髓 要尊师 中道 尊师是什么 尊师是尊重 我所修学的这个科目 我对它尊重 我对它尊重 指导我的老师 我当然对它尊重 我认真学习 你能得到它的真谛 你没有这个真诚恭敬心 佛菩萨来指导你 你也一无所获 你什么都得不到 你得到是常识 是皮膜 真正好东西 是在文字之外呀 你如何能懂得 是学外之音 以外之意 那个意思说不出来 只有真诚恭敬 能体会到 为什么 不理自信 真诚恭敬 是信德 用信德来学 你才能明信敬心 你才能体会到 如果没有真诚恭敬心 你天天在佛菩萨身边 你跟他一辈子 你还是反复 什么也没学到 你所学到的 没有离开 生死轮回 这是佛法的难处 如果有真诚 恭敬心 佛法比什么都容易 所以这真谛门 你就知道 这多重要 真谛是真心 一丝好虚妄没有 他人 常过的 接近 远 从柳